一年两天的周休假期 花莲市一共有三个地方的原住民部落举办了丰联祭典 分别是吉库部落、大库部官部落以及新夏部落的族人 他们以歌舞分享部落丰收的喜悦 市长魏嘉贤连续两天前往各部落丰联祭的现场 自证了活动经费 市长也期盼各部落可以持续的传承 让文化得以向下扎根 一年两天周末假期花莲市有三处原住民部落举办了丰联祭典 分别是周六的吉库部落、大库部官部落以及周日的新夏部落 族人们以歌舞分享部落丰收的喜悦 接连两天市长魏嘉贤也分别前往了各个部落丰联祭现场与族人同欢 在看到部落里有不少年轻族人参与自己的文化 并表示这已经充分展现了原住民传承文化向下扎根的封锁成果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能够回到部落来 协助部落参与部落的事情 在8月1号也是我们原住民日 今天是8月2号 所有的我们国家 无论是任何一个族群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原住民的精神发挥出来 也希望未来我们族人们更能够正视自己的权益 除了权益之外 也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现出来 8月份每周6日 花莲市各个部落丰联祭都有场次举行 市长魏嘉贤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部落的丰联庆典 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 而相关资讯可至花莲市公所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来搜寻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